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下午6點半左右的時候 台灣正在與日本漁棒球上施殺,對吧? 那中國無錫同樣也是在施殺 繼上個禮拜的珠海GTA真人版 連撞百人斬之後 又來了一個張獻忠無錫工藝學院 共造成刀了30多名的人士受傷或A死的 幾乎被A死的通通都是女性 兇手是一名21歲的徐姓粉紅 我在這裡上面有發過相關的貼文了 推特上也有這個流量已經六七百萬的點擊了 非常高 那這裡就不放了 畫面有點可怕這個範圍是整個校區啊 不是說某個教師或某個走廊 也是全校 其實我當下也是蠻擔心的 我有一名大學時期認識來台灣交換的所謂陸生 目前他就在這所學校當老師 好,在昨天晚上11點多有聯繫上 他不然我確實也非常擔心 他會不會也被張獻忠了 而中共官方知情不報 畢竟老師跟學生被刀這個區別還是有差的 而這次中共官方 算是立刻三四個小時之後 給出通告與方案動機 相比這個 深圳日本小學那件事情 還有蘇州日本小學那件事情 中共官方至今還沒有給方案動機 所以這樣看起來 習近平上個禮拜 因為珠海GTA這個事情 下了命令多少是有些用的 不過啊 常規操作還是中共的底線啊 這必須得守住 一樣在民間網路上是不許討論的 必須等中央通告才遵討論 在藍色官方通告或者是央視報導之前啊 中國各平台各社交討論的 陸續都會被刪帖封號 是吧?有沒有發現昨天央視或是這個官方通告出來之後 才允許這些話題存在 不然都是慢慢再刪慢慢再刪 是吧?不要跟我否認這個事情 那微博上也出現了該話題啊不予顯示 那話說回來 這名男子是因為遭到實習壓榨薪水跟勞動力 並且校方不給畢業證書 我們先來看他這一段的這個文章 他說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所有人其實都是一個整體 一個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 別人的不幸就有可能是你的不幸 不要問上宗為誰而名 上宗就是因你而名 對於常理惡意拖欠我工資 不給我買保險 不給我加班費 罰我的款 不給我賠償金 常理的工人每天生死輪回兩班倒甚至三班倒 一天工作16個小時 一個月連一天的休息都沒有 我因為生病請了個幾天假 部門經理經常跟我說 別人發高燒的流鼻水的都能幹 憑啥你不行啊 不能幹就滾吧 我看到了工廠對工人的無情壓榨與剝削 工廠沒有任何的權利去罰別人的款 我用了很多方法我依然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我為勞動者發聲這個世界需要被改變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絕不能被打敗 我寧可S也不願再被壓榨與剝削 我希望以我的S推動勞動法的進步 還有學校惡意扣我的畢業證書 不讓我畢業 大部分人考試基本全是作弊 他說了基本上到這裡 跟我這幾年接觸過所有的中國學生 跟我的爆料 大部分是吻合的 學校以我考試沒過證書為由 不給我畢業證書 你們太欺負我了 所有人都在欺負我 別以為我是老實人 有些賬是要算輕的 我要用生命去戰鬥 我將徹底洗刷我的遲路 我要揭開這個曝光這件事情 我要爭一口氣 不是想證明我多麼的了不起 而是要告訴別人 我失去的東西我一定拿回來 勝利萬歲 人命萬歲 工人萬歲 無產階級萬歲 讓歷史來審判我吧 歷史會見證我是對的 我愛這個世界 我愛我的家人再見 2024年11月16號 看到這裡 相信大家都感到滿滿的無奈 他用別人的S 不管是受傷或是S的 加起來快30個 讓這件事情才可以被討論 而這個討論度最大的 還是在外網 先說我絕對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很多人可能會說什麼 你自己去S就好了是吧 我只能說 在中國你自己S 這件事情 不會有這樣的討論度 也不會再還會有六七百萬的熱度 這是事實啊 雖然聽起來很刺耳 但這個是不真的事實 也有些人會說你要S去S官 沒有錯 但是一般民眾想要接觸到 聽局以上的官幾乎不可能 對幾乎是不可能 如果你又不是這個小小趙家人 幾乎不可能 你能接觸到的官 也不要說官啦 公務員 那就是民政局的那些人 幫你辦政的 繳納社保的 買房過戶的 村幹部村支書 街道辦書記 街道辦主任 僅始於這樣子 我隨便舉個例啊 在台北的市政府 是開放民眾進區市政府用餐的 對吧 應該不少人去用餐過 是不是 但是中國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不用想 這種等級的行政機關 你不要說用餐 你連進去直接被擋住 你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進去 外面一堆保安公安 十八線小城市的市委大樓 市政辦公廳 都比台灣的總統府豪華數倍以上 這名徐姓粉紅的極端行為 你固然是不可取的 但我去年就已經說過了 中國張憲宗的案件會越來越多 而這大部分是報復社會 有計畫性的 有想過 有思考過 而不是一時被激怒 憤怒而做的錯誤決定 這兩者的動機是有 非常本質上的不同 不要說去年 我們就說今年 在中國已經有多少 鐵西蘭陵王 典委 呂布在世 張憲宗GTA真能版碰碰車 幾次了 尤其是碰碰車這個 幾次了 多少了 而且規模是越來越大 有沒有 現在在江蘇你打算又要 再來一個太平天國是吧 習近平如果再不解決 中國體制上的壓榨 還有歧視 還有那些官僚主義 還有這個刑事主義 並且也不搞好與西方的關係 改變中共專政的體制 那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嚴重 尤其如剛剛文章提到的 雪崩之時沒有人是無辜的 你們自己就是曾經或是正在被剝削的人 而你們的冷氣吞聲換來的 就是他文章提到的 當大家爆發的時候 不敢揮刀向更壓榨你的 或是向更強者 而是向更弱者 所以為什麼你們可以看到 這次基本上S通通都是女子 因為在體型上普遍來說 女性的這個力量本來就比男性弱 是吧 而這是魯迅說過的話 揮刀向更弱者 而不是向更強者 所以魯迅在一百多年前 就已經發現中國社會是這個樣子了 那為什麼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呢? 我們要想一下是中國這個社會 是這個民族的問題 還是說一直以來都是專制 不管是黃泉或是打天下 那問題又來了 是什麼樣的溫床讓專制 讓集權會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執行了五千多年 當然肯定會有台灣人嗆我造謠 21歲怎麼拿大學畢業證書呢? 你又在抹黑中國了 OK是這樣子 中國非常多的高職院校 給工廠廉價的勞動力 例如大山實習高校生 他們去做這些非常壓榨的勞動力 不好幹我就不給你畢業證書 學校一百種理由不給你畢業證書 當然其中一個就是 如果你不去實習 你沒有找到工作的話 你這樣就算失業人口 你算失業人口 就會讓我地方 沒有辦法給中央去交代 七年失業率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 扣扣你畢業證書的其中一個理由之一 而剛剛講到的這個是一個默認的潛規則 例如工廠給學校簽約 推一個學生 我工廠給你學校三千人民幣 到學生手上可能一千五甚至更少 對吧?那被扣扣的錢去哪裡了? 校長手裡啊 這個接洽的專項老師手裡 中間的那個中介手裡 大家去分 甚至沒有任何的無險陰機勞健保 受傷自己要負責 就如他剛剛說的 有時候你甚至錢被扣到要付費去上班 而且這個現象 不是只有在學校跟工廠配合的實習 在中國的各行各業這種事情是屢見不鮮 例如江蘇無錫這所學校 是職業技術學校 是吧? 是屬於三年制的大專學院 類似台灣的五專啦 那就是他們高中畢業之後 是選擇讀這三年的這種大專學院 是大專院校 而不是本科大學 那我們台灣是怎麼樣呢? 國中畢業之後 你直接讀五年的 三年高中 兩年的這個二專嘛 大專院校 所以還是台灣跟中國有點不一樣的 比如說北京理工大學 諸如此類的 就是屬於四年制的大學部 本科院校基本上很少這種 被學校送去簽約工廠工作的情況 是送去比較高層的這種實習單位 比較不做勞力活的 當然大家壓榨的還是得壓榨 我們先假設 中國現在是屬於經濟正常的年代 2019年之前 那這個體制就是從中國人的初衷 也就是我們的國中開始 決定了你未來人生的大概70%的走向 高考這個制度就已經讓一半的人以上 註定翻轉不了階級 你去打螺絲去送外賣去按摩店去洗衣中心 是吧? 所以中國高考為什麼如此競爭激烈 而且各省的制度又非常的不公平 例如陝西、西安、河北、河南、湖南 還有跟北京比起來 那就是天差地別 不僅如此 從學區房一路到戶口制度 都是鄙視鏈的一環 中共都跟你們說什麼歐美日韓台 對中國拿這個戶口或是拿護照 是非常嚴格是啟示 但是細細比起來 同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拿到北京戶口市區的 還有上海市區的戶口 跟拿到日本的國籍 還有歐洲的一些國家的國籍 這個難易度差不了多少 差在語言而已 如果語言是相通的 我跟你說可能日本跟歐洲還比你容易些 你說北上市區的戶口 對於農村地區的人來說 是海外地區嗎 你們還是強調同一個集中力量的 同一個國家嗎 為什麼跟以前一樣 進京要進京鎮 進京要各種 去皇帝所在天子腳下都要各種的鎮 你還不能隨便搬遷你的戶籍 到一些很發達的城市 你說在美國 美國也是共和國體制 想搬就搬想簽就簽 是吧 而且中國的仲介 也是剝削緩非常嚴重的一劫 這些人找工作什麼的 都要被狠狠的抽一大筆 更何況中國的經濟現在是大不如前 粉紅們不用洗地 你們扪心自問 也不要說跟海外比 不要說跟任何國家比 你就拿2018年跟2016年的中國經濟去比 還有那個消費降級的程度去比 你就知道了嘛 還有你去比一下 2016年 2018年 還有現在 2024年 平日 即便我們撇開周年慶不算 你去對比一下百貨公司的人潮 還有實際去消費的人 走進去 確實有買東西的人 你去比一下 小粉紅洗地的速度 已經趕不上各地 張憲中在世的速度了 有發現嗎 上個禮拜 這個珠海大型GTA百人展 上個月這個深圳的事情嘛 還有很多很多這種事情 惡性事件嘛 中共官方也說是 單獨偶發大型事件 注意啊是大型的 結果呢 現在每隔兩三個禮拜就一起大型事件 其實在珠海大型GTA的同一天 真的是同一天 在杭州也有一騎小型GTA 惡意暴富 也是開碰碰車嘛 S的六七個人左右 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除非在杭州地區的朋友才會知道 所以再強調一次 各國都有惡性事件 但是你們對比自己中國 這些動機是不是因為經濟原因 或是司法不公的原因 惡意暴富的社會這種現象 這種動機是不是越來越多 而且規模越來越大 是吧 中共連最基本的媒體採訪 各方報導的立場都做不到 還必須等黨中央各家媒體 全部都講一樣的話 這是一個正常的多元的社會嗎 中國一直強調56個民族是一家 你覺得這種東西看到的都是頭一個 你們看的是新聞 還是你們看的是黨的喉舌 連監督警方政府單位通通都做不到 如果中國的媒體是可以去監督政府的 那為什麼裡面還要有黨支部 有黨支部控制的媒體來監督自己的政府 你覺得有任何可信度嗎 會監督嗎 中國很多媒體是沒有辦法 即便那個獨立調查的記者 他有這個意願 也是沒有辦法去採訪 願意接受採訪的學生啊 或是周邊的師長啊 親友是吧 做不到 巴海鐵刃旅跟唐山燒烤 我相信大家看到 想要為中國人民發聲的獨立調查記者 被幹嘛了 被怎麼樣對待了 在小粉紅眼裡 可能做這些事情 都是在給中國丟點抹黑 但殊不知這個在台灣 或是在歐美國家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上個禮拜 才會出現一個讓全世界都看到 珠海粉紅去阻擋BBC記者的畫面 我就問7月份揭露中國國營單位 中國國務院直屬的企業 中廚良的混裝油 那位《新京報》記者 他人了 我還是那句話 大家如果不願意站出來 來解決一些事情 一直盼望著有人 可以崛起打倒習近平的勢力 然後非常的聖母 給你們民主國家的條件 給你們民主國家的福利 你覺得有這種可能性嗎? 人民為了這個人有沒有付出了什麼? 他憑什麼得權之後要給你們這些東西? 你因為你們不是一個共同體 如果你盼望著那個人 因為自己的利益而打倒習近平的話 那他只是取代習近平而已 該壓榨你們的他還是壓榨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不要用那種 誰快贏我幫誰 如果大家還是繼續這樣的角度的話 那我必須老實講 中國這一兩百年應該還是這種獨裁專制 我理解面對科技的進步 獨裁的手段也是越來越狠 但我覺得你們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多組織多想一下有沒有不同的手法 類似在搞一個鄭州道開封 那樣沒有政治目的吃美食或騎單車的運動 當然你們可以轉換成其他的方向或賽道 但有沒有沒有政治目的的大型的東西 你們是可以這樣串聯起來再搞的 只要這種活動是越來越多的 大批民眾慢慢的交流有思考有碰撞 那更多人心中的那團火苗就會出來 即便是粉紅自己願意去搞這個活動上街 他們之後被鐵拳他們會覺得說 啊為什麼憑什麼不能我又沒有煩你 我只能說不要奢望用良知去喚醒 在中國任何一個當官或是當公安部門的人 喚醒他的只有利益以及未來的分章 所以當然啦 如果你們真的心想搞這件事情的話 各方的博弈你們該怎麼做 希望最簡單的可以有鄭州道開封這種活動 越來越多的出來 我覺得後續的話才有更多的討論要怎麼解決 習近平把中國帶來的倒行逆事的問題 不能只有上面的人在努力 下面的人也要跟著一起動 當然啦應該有些人會說我站著說話不腰臀 但你要知道我也是承擔了 習近平要發瘋打台灣的風險 我根據中華民國法律我是要上前線的 所以我承擔的風險也不比你們傻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次見了掰 好嗎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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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